这样的一个意外呢是北二高的安坑交流道附近是昨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发生统连客运翻车的意外 而这辆客运呢是从台中北上目的地呢是台北松山车站 疑似是因为这个司机疲劳驾驶打瞌睡不慎了就撞上了山壁 造成一共16人受到轻重伤 统连客运挡风玻璃碎裂右前方车头全毁 车祸发生当时客运一路往前滑行了将近100公尺 连路边的电线杆都被撞断连根拔起 乘客的证件行李散落一地车祸现场一片凌乱 这辆统连客运21号晚间从台中出发目的地是台北松山 就在北二高北上33公里处安坑交流道附近发生车祸 疑似因为司机疲劳驾驶打瞌睡不慎撞山笔 当时可能是因为疑似要闪车 因为有一些小轿车开得很快 可能自己去吓到然后车转的转幅太大 然后怎么冲下来对对对 司机因为有戏安全带仅受到轻伤 其他15名乘客分别送往新店更新 新店磁剂和万邦医院急救 其中有两名女性乘客头部挫伤小腿骨折 伤势比较严重 目前都是属于轻伤 有一个是眼睛有发红 另外有一个是头晕 就怀疑有脑震荡这样子 有两个是胸部有挫伤有胸痛 驾驶强调是为了闪避车辆才会整辆车撞山壁 还好当时车速不快没有酿成更大灾情 到底是不是打瞌睡闯祸 详细的肇事原因紧销还要进一步理清 中天新闻黄玉芬半心于郭仙阳吕嘉行 SNG小组台北博导 好不景气也有这样的这个抒压方式 看到台中有一名嫌犯 他是下半身裸露 就出没在女大学生的宿舍 让学生是吓坏了 这远景的货报追逐了半个小时 终于是逮到了嫌犯 而被捕呢 他是公称说自己呢 是一个房屋销售员 因为景气太差了 业绩直直落 竟然一想天开 用六鸟的方式来疏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